我们来今天来看一看这个骨直肌 骨直肌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肌肉 烤的也比较多 立体呢也比较多 但是这个肌肉呢其实并不复杂 挺简单的 我们呢就是讲一讲概念 然后通过大量的这个立体呢 给大家从头到尾呢 看一看啊 这个肌肉啊大概有几种问法 好 首先我们看到骨直肌 英文表示 record femoris 骨直肌 骨 femoris 骨骨的骨 加上直 就是骨直肌 很直译的一个单词 也很好认很好记 出现频率极其的高啊 在大腿前侧 大腿前侧正前面正中间的这个肌肉 就是我们的骨直肌 我们看一看啊 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骨直肌 骨直肌呢 起于卡前下脊 止于我们的这个进骨粗笼 实际上它是止于冰刃带 也有的题目呢 说止于进骨粗笼 因为这个冰刃带呢 它止于进骨粗笼 所以呢都放在一起说 都可以 这是骨直肌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 我们记这个肌肉的时候 很多同学说是记不住 关键在于图形不熟悉 你首先要记这个肌肉的长相 你要知道它这个图形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再记这个单词 只记这个单词的话 没有任何的概念 你把这个单词记得滚瓜烂熟 你不认识这个肌肉 是没有用的 因为后面的这个运动机能学啊 评估啊 都是让你考虑这个肌肉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那么你不认识它 你只知道这个字当什么讲 就没有办法去做判断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学科呢 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一个科目 对于这个肌肉的位置 运动方式 把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真正做一做这个动作 摸一摸啊 这样记得会非常快 尤其呢有的同学是一边上工一边学 我们一天做这么多客人啊 在做客人的时候 你好好体会一下 这客人的这个肌肉在哪 骨直肌 你摸一摸是否能够摸到它的起点和止点 是否能够摸到它的这个肌肉的形态 感受一下 每一个客人都感受一下 这一天下来你这个肌肉就记住了 好的同学就是总在抱怨啊 记不住这个肌肉的起止点 记不住这个肌肉的运动方式 关键在于呢 把它放在书本上 没有放在实际当中 如果放在实际当中很快 最多一天 你这个肌下来也都记得清清楚楚了啊 脑关当中要不断的回忆一下 好 通过这个图呢 我们认了一下股直肌的起止点 在身体当中的位置 我们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描述 起点 origin 起点 anterial inferial elect to span a i i s a i i s 卡前下挤 卡前下挤 a i i s 它这个a i i s 缩写我们要知道代表什么 a就是anterial i就是inferial 下 第二个i呢 就是卡 最后一个span 击 突出物 卡前下挤 卡前下挤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位于骨盆 骨盆这儿有两个突出的骨性标志 上面的呢 叫做卡前上挤 后面叫做卡前下挤 这个就是卡骨上的两个很著名的一个位置 卡前上挤有一个很出名的肌肉的附着点 是哪个肌肉还记不记得 缝降级啊 身体最长的肌肉啊 缝降级在这儿啊 下面是卡前下挤 也有同学呢 记不清楚这两个肌肉 谁在上 谁在下 你就记住谁长 谁在上啊 越高啊 高比他高 低比他低 那我们这骨质基没有这么长 所以在卡前下挤 在这个位置 上面像个大耳朵一样的 这是卡骨 所以呢 一看到有这个拼写一类 Ili 就是卡骨 卡前下挤 既然有卡前下挤 我们以前说了 也有卡前上挤 把这个样分清楚 好 卡前上挤呢 就是anterociperial 上 变成s了 这asis 好 缩写也要认识啊 现在考试当中呢 有很多这个缩写词根的这个题目描述 所以我们碰到立体里面 有这个缩写和词根的 大家要单独记一记 指点 insertion tibia tiversity 我们的进骨屠龙 进骨屠龙 教材当中呢 给你的是进骨屠龙这个位置 实际上 我们的这个骨质基 它是指于冰刃带上 顺着冰刃带下来 在接于这个进骨屠龙 但是呢 题目当中 如果问到进骨屠龙 我们说可以 骨质基 它的指点在这儿 这是没问题的 进骨屠龙也比较好记啊 tibia tibia 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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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骨骼的突出物 就是进骨屠龙 神经 nerval fermural neural 骨神经 这个也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骨骨上 就是骨神经 动作 action 典型的动作 flexed hip 和extend knee flexed hip 这个叫flexed hip 然后extend knee 身膝 踢正步的动作 大家注意 踢正步的动作 是我们骨质基的标准动作 骨质基收缩 把大腿绷直 怎么样 踢正步 大家可以试一下 把这个腿踢直 这个就是骨直肌的标准动作 骨直肌的标准动作 趋宽 身膝 趋宽 身膝 它的对抗肌 也很明显 是谁啊 我们的锅胜积极组 身宽 屈膝 一个是踢直 一个是完全 收缩过来 好 除了 躯宽 身膝之外 我们还有骨盆前倾 是骨直肌的一个重要的运动方式 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前部的倾斜的骨盆 骨盆前倾 主要记两个字 一个是骨盆 还有一个倾斜 T-I-L-T 一看到这两个词 就应该有一个敏感点 是问骨盆前倾 还是骨盆后倾 看到这个之后呢 再注意 到底是enter 还是poster 就可以了 骨盆前倾 骨盆后倾 就出来了 动脉 entry 还是骨动脉 femmer entry 骨动脉 鞋同肌 cenergist 鞋同肌 我们看一下 eliphosis 我们的卡腰肌 是它的鞋同肌 鞋同在什么位置 区块 卡腰肌 我们看一看 卡腰肌 腰大肌和卡肌 组成了卡腰肌 卡腰肌 主要的动作是 区块 那么在区块 这个动作上 和骨质肌 是 鞋同的 大家注意 鞋同肌 对抗肌 一定要归结 在某一个动作 完全对抗 完全鞋同 很少 也不是说没有 很少 第一个 卡腰肌 曲宽 然后是 Sephros 缝降肌 也是 曲宽 大家注意 这个缝降肌 缝降肌 缝降肌在我们搭配 鞋内侧 是属于我们的 俄租基建当中的 一个 缝降肌 缝降肌 也是 曲宽 在曲宽 这个动作当中 它和我们的 骨质肌 骨质肌是 协同的 Tensor Facial TFL 是什么呢 扩筋 磨账 级 扩筋 磨账 级 扩筋 磨账 也是在 曲宽的动作当中 和我们的 骨质肌 协同 因为骨质肌 有两个动作 大家还记不记得 曲宽 和 深吸 那么 它们都是在 曲宽 是和它 协同 另外呢 就是 骨四头肌 Chorus Chorus 股质肌 属于 骨四头肌 当中的 一元 我们说完 骨质肌之后 会说其他 股的肌肉 一共四个 骨内侧 骨外侧 骨质肌 还有骨中间肌 在它里面 统一组成 骨四头 它们呢 也是在 这个 深吸 这个动作 和我们的 骨质肌 是协同 注意 其他三个肌肉 只能做深吸 不能做曲宽 这是和它们的 这个身体结构 有关系的 它们附着点 不在我们的 卡骨上 所以呢 它们只能做深吸 不能做曲宽 那么 对于深吸 这个动作 和我们 骨质肌 协同 曲宽 则不然 曲宽 是上面几个肌肉 所以大家把这个 记清楚 对抗肌 Atagonist Hamstring 郭声肌 实际上 郭声肌的动作 整个 郭声肌 肌组的动作 和我们的 骨质肌 是完全对抗 郭声肌 是深宽 曲膝 我们骨质肌 是曲宽 深吸 这两个动作 是完全对抗 这个大家要记清楚 一点都不带 含头的 完全对抗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是Sapro 逢降肌 逢降肌 除了曲宽之外 它还曲膝 所以呢 它在曲宽 这个动作上 和我们的 骨质肌 是协同的 但是 在曲膝 深吸 这个动作上 又和骨质肌 是对抗的 这就是 它的一个特点 大家要注意 但凡有特点的 都比较容易出考题 好 这是 逢降肌 和骨质肌 的一个 非常有特点的地方 另外呢 我们要认 一个单词 叫做Penit 语状肌 语状肌 有两种写法 一个呢 叫做Penate 一个是Penate 不管它是E 还是RI 都无所谓 都可以 都表示语状肌 所以大家记住 一旦是Penate 就是语状肌 就可以了 不用纠结于E和I 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 区别在于 有单语肌 双语肌 三语肌 多语肌 所以呢 前面看他字头 U开头的是单 B开头的是双 T开头的是三 M开头的是多 这是语状肌 刚才我们提到了 有骨盆前倾 那就必然要说到的 hyperlodosis 腰椎过度前突 骨盆前倾 就是腰椎过度前突 大家注意 当腰椎过度 向前突出的时候 骨盆也 必然前倾 所以呢 这两个是 同时出现 同时出现 所以一旦出现 腰椎过度前突 说的就是 骨盆前倾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使我们的 骨质肌 会过度收缩 最后一个指示点 就是 Postural Muscle 它是一个姿势肌 姿势肌 大腿上的姿势肌 是这个骨质肌 经常听课的同学 已经拿小本记下来了 关于这个姿势肌 我们说题目当中 提到的 出现的 大家就把它单独记下来 就好了 因为姿势肌和运动肌 这两个品种的肌肉 非常复杂 你要是把这个表背下来 那特别容易混 所以我们就是 出现的 把它记一记 也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关于 骨质肌的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些立体 来把这些概念的 记熟 来把这些概念的